女帝武则天在我国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人们往往被他的传奇经历所吸引 而作为一代女帝 他最吸引人的一点是有很多男宠 这些男宠都是由控鹤间层层选拔出来 专门为武则天服务的 那么即使武则天注重保养 在他真正登基的时候 也已经快七十岁了 也是一个老年人 那么武则天为什么在如此高龄 还要去豢养男宠 难道真的是为了玩乐吗 要想明白武则天豢养男宠的意图 就需要了解武则天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 外戚专权与武则天上位 在中原王朝发展的过程中 外戚干政是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姬与老崖秦宣太后 再到汉朝初期的旅后 西汉末期的王正军 东汉末年的和贵人等等 他们都形成了外戚干政 从时代发展来看 外戚干政一直难以避免 一直到清朝还出现了慈禧干政的局面 不过从外戚干政的方式来看 真正改换王朝的 只有汉朝的王莽与唐朝的武则天 汉朝的王莽通过外戚干政 建立新朝 但时间维持较短 很快就被推翻 武则天也同样如此 虽然成为皇帝 但随着武则天的老去 旧有的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 逼迫武则天退位 也就是神龙之变之后 武则天失去了实际权力 从历史发展来看 外戚干政很难真正维持长久 赵姬和宣太后作为外戚 其实最后被自己的儿子所推翻 王正军和何贵人 其实被自己家族所推翻 武则天其实也是在神龙之变之后 被李显带着君臣所推翻 被迫推尾 外戚干政虽然很难成功 但总是在不断发声 其实外戚干政之所以发声 主要还是皇帝需要外戚 作为自己权力的保障 从王朝的权力架构上来看 通皇权确立之后 皇帝看似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皇帝的权力需要有人去实施 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看似属于皇权 有时候也会成为皇权的限制 皇帝为了能够与官僚体系 形成相互制衡 就开始重用外戚势力 作为自己权力的保障 不过外戚势力有时候 是皇帝权力的保障 随着外戚势力的发展 外戚也会成为皇帝权力的限制 其中武则天就是唐高宗培养的外戚势力 在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崛起 有很多的说法 不过流传最广的还是一些称语 传说武则天小的时候 一出生就出现了异象 当时唐朝著名的像是袁天刚 受邀到武则天的家中做客 武则天的父亲请他为自己的小女儿 武则天看向 袁天刚说这要是个女孩 必然是天子 只不过袁天刚不知道的是 当时武则天的父母为了想要个儿子 所以武则天在小的时候 都是小男孩打扮 另外 关于武则天的一些称语 还出现在一本重要的预言书中 也就是推背图 推背图相传是唐朝著名的 像术大家李淳峰与袁天刚共同创作 推背图中有很多称语在之后 都得到了印证 其中对于武则天的印证也十分清晰 根据推背图记载 日月当空也就是日月当空形成的赵则 扑朔迷离取自于南北朝岳府木兰师 木兰师以词兔与熊兔不好分辨 来比喻木兰女扮男装 后来以扑朔迷离比喻分不清事物 在推背图中最后的称语不闻一五 就指的是武则天的姓氏 很多人都十分认可推背图 认为他里面的称语都十分准确 但从根本上来看 推背图只是一种迷信 有很多模棱两可的话语 让你自己去对证 并不能真正预测未来 在古代对于武则天的传言 有很多充满了神话传说 也有很多都是野史专辑 武则天之所以有着如此之多的传说 主要还是武则天作为中原王朝历史上 唯一一个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女人 受到了古代人的羡慕以及世人的惊奇 从传统历史发展上来看 武则天真正上位 主要是因为他成为皇帝的外妻 武则天成为唐太宗的妃子之后 有些小故事 从侧面反映了武则天所拥有的手段 比如武则天驯马 唐太宗一生极为喜欢马 但马有一个特性 就是需要进行驯服 才能被人所使用 唐太宗是一个驯马高手 但也遇到一些猎马不好驯服 有一匹叫狮子葱的马就很难驯服 当时武则天跟唐太宗说 他有办法驯服此马 唐太宗很奇怪 他为何能驯服猎马 武则天回答 假如马不听话 先用鞭子 再用锤子 如果还不能驯服 只能用短刀来刺他 唐太宗听后 大为惊异 像武则天驯马这种小故事 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的果断与狠辣作风 武则天并没有真正得到唐太宗的宠爱 甚至还没有成为唐太宗的妃子 仅仅是一个才人 而因为唐太宗与武则天的年龄差距比较大 唐太宗去世之后 作为唐太宗的妃嫔 武则天就要被送到庙中 在唐朝按照惯例 皇帝去世 除了皇后之外 其他妃子都要去庙中为去世的皇帝烧香祭拜 按照惯例 武则天的余生将不得不在庙中申办孤凳 孤独老去 武则天当时正是青春年华 他绝不甘心要面临如此命运 武则天在服侍病重的唐太宗的时候 吸引了唐中宗李志的注意 在后来成功让李志对他动情甚至是迷恋他 不久之后又因为有了与唐高宗的儿子 获得了重返皇宫的资格 随着武则天进入后宫 他使用各种手段 使得自己的地位上升 随着武则天地位的上升 他很快就成为后宫之主 但随着武则天对于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大 成为后宫之主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武则天开始进行进一步的试探 如果说成为后宫之主 还难以对皇帝权力构成威胁 那么他接下来的一个举动 就是开始一个重要的试探 这个事件就是参加泰山封善 武则天地位上升的最明显标志 就是与唐高宗一起封善泰山 在古代封善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古代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想要通过封善 来获得君权神术的地位 在封善中 一般来说是不允许皇帝和皇后一同封善的 但武则天为了进一步获得权力 请求皇帝李治 李治在他的请求之下 允许武则天跟他一起上泰山封善 在此之后 武则天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也就是形成了二圣临朝 唐高宗一方面是利用武则天成为自己的外戚势力 与朝堂其他贵族势力形成抗衡 另一方面根据史书上来看 唐高宗身体不好 性格也比较懦弱 他也需要一个强势的人 去为他发声 武则天实际上看清楚了唐高宗的喜好 很好地把握住了机会 从而使得自己的控制力再度增强 随着唐高宗身体越来越虚弱 武则天获得越来越高的控制力 随着武则天势力的膨胀 他终于成为皇帝 二 武则天上位之后需要形成新的外戚势力 武则天上位之后 必然会出现各种势力的激烈反对 一方面是来自李氏贵族势力的反对 另一方面是来自亲父与李氏王朝的贵族与朝臣势力 武则天在开始的时候 利用的是自己的武士家族的势力 与他笼络的一些朝臣与军队势力 随着武士家族势力与朝臣势力的发展 武则天也逐渐发现 他所培养的势力正在逐渐成为他的障碍 武士家族势力是武则天的根本势力 他不敢真正对武士家族下手 因为武士家族一旦反抗 很可能取代李唐王朝 武则天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与必要 武则天也不敢利用武士家族打压朝臣势力 因为打压朝臣势力之后 又会使得武家势力更加崛起 武家势力如果真正崛起 他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王正军 武士家族势力成为王莽一样的势力 武则天最终被自己家族所限制 如果武则天重用朝臣 朝臣一旦偏向于李家士族 李家士族崛起之后 武则天又会成为秦宣太后 被自己的儿子所取代 而在朝堂之外 还有更多的李氏家族势力 正在默默等待机会 一旦武家势力与朝臣势力形成争斗 李氏势力必然重新崛起 到时候整个国家必然再次陷入混乱 武则天为了避免武家势力与朝臣势力 再继续发展 开始寻找到另外一种势力加入 来维持王朝的稳定 也就是空鹤府选出的男宠势力 武则天一方面是喜欢年轻貌美的男宠 当作自己玩乐的对象 另一方面也把男宠作为自己的直属势力 压制武士势力与朝臣势力的发展 空鹤间负责为武则天挑选很多的男宠 来取乐与武则天 武则天在取乐的同时 使得男宠获得更多的权力 让男宠成为自己的保障 其中武则天最为重要的男宠就是张宗昌与张义之兄弟 张宗昌与张义之兄弟不仅自己成为武则天的男宠 还给武则天找来了大量的男宠 满足武则天的欲望 根据旧唐书记载 空鹤间内殿设宴则由张氏兄弟和诸武师做 陪女皇完容婆媳或说笑话在另一方面 张宗昌与张义之兄弟也获得了更高的权力 在朝堂之上如日中天 不过从根本上来看 武则天才是张宗昌与张义之背后的支持者与操控者 武则天通过张氏兄弟 压制武家势力与朝臣势力的崛起 看上去起到了一定的成果 但从根本上看来 这种方式其实更加使得朝臣势力形成凝聚效应 在朝臣势力还不够强势的时候 张宗昌与张义之兄弟可以全亲朝野为所欲为 当朝臣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张氏兄弟就如同空中楼阁 瞬间垮塌 随着朝堂之上 大量的众臣围绕在李显身上时 在武则天的晚年 爆发了神龙之变 神龙之变是必然会发生的结果 神龙之变中 大量的朝中重臣很快抓住了张宗昌 张义之兄弟把他们就地正反 张宗昌与张义之势力一旦被消灭 武则天没有可以依靠的直属势力 所以只能被迫退位 最终朝臣势力支持的李氏重新获得了权力 这也就标志着王朝重新回到了李氏家族手中 贵族与朝臣最终获得了胜利 三 武则天与神龙之变 从武则天的发迹来看 像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唯一 但像武则天一样成为皇帝的 只有武则天一人 在历史上 秦宣太后 律后 王正军也都一度权亲朝野 他们最终也没真正成为皇帝 从现实情况来看 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更高的权力 只是他们看到了权力发展的极限 这个极限就是女皇帝难以突破传统的文化与制度问题 难以创造一套新的制度与文化 来支撑女性成为皇帝 首先 女性难以形成合适的传序关系 即便是武则天成为皇帝 也难以真正改变这一点 从古代王权发展来看 往往男权成为传绪的核心 其根本是 在古代难以检验及血脉传绪的基础之下 男性不管与多少个女性有关系 都会获得确定的关系的后代 但女性如果和多个男性有关系 后代亲属关系则难以确定 所以古代男权为基础 便是以血缘的传绪为基础 武则天在晚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 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曾经一度想要把皇帝传位给自己的侄子 如果武则天把皇帝位置传位给武士家族 那么不光跟随李氏家族的旧臣利益 则难以确保 地方上的李氏势力 也会掀起反对武士势力的浪潮 就会重新上演王莽窜争的一幕 所以在武则天晚年的时候 朝臣联合起来 爆发了神龙之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 让李氏重新上位 保证了王朝的稳定传续 根据旧唐书记载 与林兵珠一支 昌宗 迎皇太子监国 总司赎政 大事天下从王朝发展的结果来看 武则天被迫把皇帝位置传给李氏 就代表着武则天成为皇帝不仅没有意义 而且是一个失败 从大的历史观来看 武则天没能彻底改变朝代 只是短暂地改变了王朝的名号 这样做不但没有真正推动 王朝的发展与进步 而且给王朝的稳定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原本唐朝是由李家进行控制 如果武则天只是维持朝廷上的控制力 不登基成为皇帝 继续维持皇帝传续的稳定 就不会激起李氏后人和亲父李氏大臣与贵族的激烈抗议 也就避免了生灵涂炭 而且在之后的传续问题 也不会爆发 避免了再度出现大的混乱的风险 如果说武则天一生有一个最大的败笔 那么这个败笔就是武则天选择成为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虽然成为古代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 她享受了无上的权力与地位 但王朝却也因此背负了极大的代价与风险 所以在历史上 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往往也却于两极分化 有些人认为武则天突破了旧时代的限制 他成为皇帝之后 稳定住了局势 延续了礼堂王朝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 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权力 造成生灵涂炭 使得大量的人无辜死亡 罪孽深重 世人对武则天有着无数的评价 他本应该有着对自己的评价 但他却给自己立下了无自卑 对于无自卑后来人有着各种解释 而我自己认为武则天立无自卑的 有可能的想法 就是后人无需对他进行评价 《清乾隆年间雍州金石记》有记载 悲策捐龙凤行 其面极英俱无字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 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虽然最后被迫退位 但也没有人能够评价他 所以他给自己立下了无自卑 无自卑是他最后的体面与高傲 武则天身为一代女皇 在晚年豢养男宠 宠信张宗昌与张义之兄弟 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外戚势力 不过武则天通过这样的方式 难以真正打消朝臣势力对他的不满 反而使得朝臣更加团结在李显身下 最终爆发神龙之变 被迫退位 所以武则天在晚年豢养男宠 并不全是为了相论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这种方式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反而加速了武则天的失败结果 或许武则天最后也认为自己成为皇帝是错误的行为 在1982年 河南省登峰市的农民在攀登松山时 发现了武则天的除罪金监 上面明确写着 头巾捡一通 起三官九府除五招罪名 这可能也是武则天悔过的一种方式 本地的检验 由音主收入 wollte就分析 并博